当地时间21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会见埃及议长阿里 习近平指出 中埃建交60年来 两国始终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 两国人民友好经受了时间考验 历久弥奸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和推进中埃关系 希望双方以建交60周年为新起点 深化政治互信 推进务实合作 增进人文交流 共同努力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得到新发展 中方愿同埃方加强高层互访 保持和扩大政府 立法机构 政党 人民团体交往和合作 深化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 希望双方加强一带一路建设 同埃及国家发展战略对接 推进产能 基础设施建设 投融资 交通 能源 科技 文化 教育 人文 旅游 安全等领域交流合作 不断提升双边关系含金量 习近平强调 埃及新议会产生 标志着埃及政治过渡 顺利完成 相信埃及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并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全国人大同埃及议会有着友好交往传统 双方要开展交流合作 为促进中埃关系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阿里表示 欢迎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 并到访埃及议会 埃及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 两国传统友好 历久弥坚 埃方赞赏中国的发展成就 和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积极作用 埃中两国议会保持着良好交往 埃及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机制 深化交流合作 共同为推动埃中关系发展 做出贡献